第五課 我们的文字 中国文字的起源很早 在文字出现以前 先有简单的图画 最早的文字 就是从简单的图画变化出来的 正、日、月、如、子 最初的写法和太阳、月亮、如儿、孩子的形状差不多 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字 这种文字叫做象形字 象形字只能表示实在的物体 那些没有形状的东西 人们就写不出字来 因此 我们的祖先又发明了指示的办法 那就是在象形字上加上简单的符号 去指出某个事物的意思 例如 在木字上面加一黄 表示这地方是顶端 成为末字 或在木字下面加三点 表示这地方是根本 后来把三点改成一黄 成为本字 这种文字叫做指示字 时代如后 事物愈多也愈复杂 原有的文字就不够用了 于是 我们的祖先又发明了会议的办法 那是把两个或以上的字合成一个新字 像由三个木合成心字 表示树木很多的意识 表示树木很多的意识 又像由口 一部分表示读音 例如 胡 河 河 松 柏等 水和木是部首 表示意识 这种文字 这种文字叫做形声字 我们的文字 主要就是按照这四种办法 经过很长的时间 由许多人创造 日迹月累而来的 您能接读 留言 文字经许多人 声识